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有點正義感的人 你會跟我們一樣熱血沸騰 而且會義憤填膺 一個人怎麼可以在他的學術路上 這樣子一路的不清不楚 一路騙 你告訴我說 論文他有啦 只是不方便拿出來 我請問你 你回到台灣之後 在政大當副教授 你升等的時候 你在政大的期刊上面 你不是也在造假嗎 你告訴我 你這不叫造假 教育部 你們都在睡覺嗎 今天如果換成綜藝咖 幹這樣的事情 你們早就把他的教授資格給沒收了 所以這個世界 講不講天理 我再講一遍 我很快的講一遍 我可以去預測 我四年後要當總統 所以我現在在我的 所有的履歷表跟我的表格上面都寫我是總統嗎 可以這樣嗎 就算你這個是延後初刊的期刊 根據慣例跟法律 你簽字的日期是什麼時候 你在那個時候的身份是什麼 這兩個東西必須符合啊 你可以穿牆眼 你可以看到未來嗎 好 我們接下來 最後的十分鐘時間之內 我們要再踢爆蔡同學在誤所倫敦的時候 一連串的大衛魔術 來 我們首先看看 林環牆教授呢 她的報告 你們看了沒有 沒看的話到外面去罰站 罰站五分鐘再進來 節目還在 我告訴各位 如果你不看的話 你浪費我的時間 也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因為你不看的話 你會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聽一聽很過癮而已 然後回頭睡一覺醒來 說 那彭P在連蕭薇 如果你看了 通通都是有圖有真相 我講的只是濃縮的精華 林環牆教授是拿出做學術的精神 字字句句的推敲 深度訪談 證據 二手資料 還有相關的圖表的比對 通通一應俱全 來 我們先來看看 林環牆教授呢 她是個很聰明的人 她八月初到了倫敦政經學院去比庞 親自去看了這本論文 但是未免了打草驚蛇 所以她提前先做了準備 這就是學術人 她一定要先去準備 先去做書信往返 先去做資料搜集 這跟我們寫博士論文 做博士研究一樣 一開始要先做什麼 Literature Review 你要先做文獻回顧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 說你們做一個研究 不要先跑來問我說 老師我想寫什麼什麼題目 我想研究什麼什麼什麼好不好 你如果這樣來問我的話 我一定會先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這樣的題目 哪些人做過 如果你跟我說 我不知道我這一查查看 我就說 すみません さよなら 等你看完之後再來 為什麼 文獻回顧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文獻回顧 你文獻回顧才知道別人 類似的領域已經做到了哪裡 有沒有人做跟你一樣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你幹嘛畫成天竺 你只能看完別人做的領域 你才知道說 噢 現在研究這個方向的人 他們已經研究到什麼樣的情況了 然後我才能夠 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做我的研究 對吧 就好像很多英粉在挑戰我們 笑我們說 你看那個不是倫敦政經學院 都已經有一封信了嗎 那封信上面不是都說 我們給了蔡同學的博士論文嗎 通過了嗎 你知道我們打領過他嗎 他這封信上面連個簽名都沒有 這是一個鬼打牆的文件你知道嗎 這份文件上面寫了一大堆什麼 I'm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the examiner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philosophy for which you are a candidate have reported that you have satisfied them in the examination 說蔡同學你已經通過了口試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蔡同學的名字 還有International Trade Law 我請問你 你到底是什麼學位你搞清楚沒啊 你在你的期刊上寫你是國際經濟法對不對 你拿出來的這個沒有人簽名的這個口試通過本上面明明寫的是國際貿易法 國際經濟法跟國際貿易法一樣嗎 蔡同學你真的很不會掰啦 我講句實在話啦 你在政大期刊上面說你是國際經濟法博士 然後你秀書給我們大家看的 你的博士口試通過是國際貿易法博士 你該不會兩個月之內換領域吧 你真的是掰得夠可以的 結果搞了半天你拿這份口試通過函 鬼給你的沒有簽名啊沒有人簽名啊 各位知道美國的所有文件都會簽名 更何況這麼重要的一個通知你博士口試過關的文件 上面沒有人簽名 沒有人簽名 你好意思拿出來 就是人啊 你的口試通過函 沒有人背書 為什麼沒有人背書 蔡同學我體諒你 真的沒有人背書 因為你根本沒有指導老師啊 你1980年到81年叫做Laser跟Elliott 1981到1982叫做Elliott 1982以後就沒有人了 跑掉啦 你自己看你的學籍紀錄表 你見鬼啦 1982年以後你有指導教授嗎 你沒有指導教授 所以你當然啊 你的口試當然通過還沒有人簽名啊 我嚴重的懷疑你的口試是對著鏡子講的 好 那我們又要講說 這個林環牆教授做的每件事情都是 有圖有真相有根據的 他5月29號就發出了第一封信 去各個倫敦政經學院的各個主管單位去探尋 他問了法尊士的主管 他問了論文產制士的主管 他寫信去那個Thesis Online 他去問Library的這個專門搜尋論文的負責人 當然他不會去問什麼台灣研究計畫 也不會去問誰在呼籠你 當然他不會去問公關室 因為這些機關都跟論文跟學位毫無關係 所以他也不必寫信去問倫敦大學的餐廳的咖啡廳的老闆 因為你去問倫敦政經學院的台灣研究室 或者去問倫敦政經學院的公共關係室 跟你去問倫敦大學的餐廳的咖啡廳老闆 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他們既不管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的頒發 他們也不管口試 他們也不管學術 他們連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所在哪裡 他們可能都不一定知道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所有的證據先要看 他是誰發出來的 他跟本件事情有沒有關 他有沒有這個authority去回答這個問題 他有沒有這個relevant對去談這個問題 然後呢他有沒有辦法掌握這方面的訊息 好 林教授在5月29號就發信去了 所以呢 我們昨天的節目如果你有發了 我就不重述了 你們都看到了 那封信來來回回講的很清楚 Never received 看到嗎 Unfortunately never received 學過英文 初級檢定幾個人就知道 Never received 什麼意思 從來沒有收過 不是因為他當了總統之後 為了保護他才把他下架的 而是倫敦政經學院跟大英博物館 跟所有相關的圖書館 大英圖書館 通通都從來沒有收過 蔡同學的論文 你的論文 口試通過還沒人簽名 你論文在學的時間 你的學生紀錄表 你的老師 是空白的 沒人跟你記得 1983年走到沒半吃 那你的這個圖書館當中 每個圖書館通通都沒有 而且是從來就沒有你的論文 那不是Bingo 了嗎 那不是很一貫嗎 有一致性嗎 一個沒有發生過的東西 當然從頭到尾都不會有啊 好啊 那那些呼嚨講什麼說 oh because 什麼那個時段 那個年代久不遠 所以有些東西missing 通通都missing有可能嗎 這裡也missing 那裡也missing 論文題目也不見了 指導老師也不見了 然後呢 然後你的論文也不見了 在大英圖書館不見 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也不見 通通都不見 回到台灣來 教育部也不見 那你不太厲害了嗎 好 我們再回憶一下 林環牆教授 他的報告當中 他去 5月29號開始 展開一連串的調查 他的書信往返 書信往返 從這個figure 9 figure 7 他去問了 LSE Thesis Online 就是 線上查詢系統 倫敦政經學院 的論文線上查詢系統 然後呢 2019年6月4號 他寫信去給 LSE 倫敦政經學院的 研究支援服務處 圖書館的助理 他就是那個專門幫你找論文的人 然後 他呢 這個又有 這個調查的人 LSE Thesis Online 另外 在第九圖 他回林教授的信 斬釘截鐵的告訴你 Never received 好 再來 LSE 的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 這位女士 2019年6月6號 回林環牆教授的信 你可以看這個好學校 就是好學校 他們做事效率多高 5月29號寫進去問 6月4號 找給你 而且他告訴你說 I have done extensive research 他說我去做了各種衍生性 意思就是我上窮必落下黃泉 我找的騙了 我都找不到 好 6月4號寫給這個 倫敦政經學院的研究支援服務處的人 結果呢 6月6號回信 有效率吧 再來呢 後來就慢慢出現了一些怪現象 再來 6月12號 林環牆教授 不死心 再寫信給 倫敦大學學位證書產製室的主任 這夠專業了吧 就是倫敦大學所有補發的學位 正式的學位 都是由這位兄弟 這位女士 她所經手的 原本的學位 結果呢 她寫了甚麼 她寫說 所有重發的證書都必須要有特別的原因 而且重發的證書 絕對是同樣的內容 同樣的簽名章 好 這什麼時候回的 6 月 12 號去就回了 好 從 6 月 12 號以後有個斷點 開始 公共關係事介入啦 6 月 14 號開始 LSE 開始 他去聯絡了媒體關係主管 開始寫一些不著編輯的東西 請問你 媒體關係主管比較權威呢 還是論文產制式的主任比較權威呢 針對這個證書 這個學位產制式 證書產制式的主任 針對證書的簽名是真是假 哪一個人比較權威呢 是公共關係事的人比較權威呢 還是論文產制式的人比較權威呢 從 6 月 14 號開始 就進入了公關期 然後呢 6 月 19 號的時候 倫敦大學的法尊資料保護主管回信了 因為林環牆教授援引了資訊流通法 資訊流通自由法案 他開始知道說 哦 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所以他知道 他就不敢呼嚨他 就援引法律回答他 接下來到了 7 月 19 號 這一個月的時間 公共關係事忙啦 開始忙啦 啊 啊 倫敦大學對外關係的副主任 開始寫一些擦脂抹粉的東西 啊 那這些人將來都會成為我們的被告 啊 因為他呢 代護職守 在他的職務上面去寫了跟 呃這個主管機關不一樣的東西 開始有點轉彎了 開始要稱呼 Dr. Tsai 了 好 倫敦大學的對外關係事副主管 開始忙了 三天一封信 四天一封信 7 月 19 一封信 7 月 12 號一封信 7 月 7 月 12 號一封信 然後7 月 19 19 號 23 號各一封信 好 最後呢 這個7 月 23 號的信 一直到最後 呃 6 月 13 號的時候 他也開始感受到 有什麼地方不對嗎 因為公共關係事已經開始各單位去聯繫了 所以 當林環牆教授再進一步去問的時候 他們開始問 林環牆教授 你的動機是什麼 他說 Can you confirm the reasons for your inquiries please 您告訴我 你們 你查詢的動機是什麼嗎 這表示什麼 公共關係部門 跟高層的手介入了 我請問 各位同學 你們查詢過論文吧 不要說查一次 你查十次 沒人會問你動機是什麼 沒錯吧 我高興查啊 我高興查一本論文 我找不到 我想寫論文 我想參考 你去圖書館查論文 我請問你 有哪個白癡會問你說 請問你的動機是什麼 請問你 有什麼動機 請問你 有什麼動機 跟我要查 蔡同學的消失的論文 有什麼關係 我動機再不量 我也可以查吧 因為蔡同學的論文 消失在江湖三十六年 這三十六年 每個人都有權力查 因為 這是一個公共財 我在節目當中 也援引過 你 如果你有什麼專利 特殊的原因 要保護 至多兩年 而且要非常清楚的證據 證明 你必須你的論文 或者你個人 某些因素 某些隱私需要被保護 而且需要經過重重的審查之後 至多兩年 請問蔡同學 1984到2019 這36年的期間 這個大衛博書是怎麼變的 好 我再重複一遍 從5月29號開始 林環牆教授寫信去 然後 對方呢 不管是論文產制室 不管是Library的Search 到後來的公共關係是介入 顯然外力介入 政治力介入了 不管什麼介入 林環牆教授的調查報告 厚厚的五十頁得到了結論是 第一個 她手上的證據 在這五十頁報告中 有圖有真相 第一個 Senate House Library 從來沒有收過蔡英文的論文 Never 蔡英文手上展示的博述證書 是偽造的 第三個 唯獨蔡英文例外 1984年度的105個博士 通通都有正式的論文紀錄 第四個 大英圖書館 蔡英文論文的紀錄 就是登錄 還沒看到東西喔 登錄 是2015年的 6月份才登錄的 2015檢調1984 蔡同學的論文 第一次被登錄 在公共領域 是1984年後的31年 還記得我看過 跟著大家一起教英文 我把這個倫敦政經學院的修業規定 中間的35條 一直念到53條ABC 他說 你的口試完之後 你要immediately submit你的copy到三個地方 各位還記得嗎 有人可以在1984年畢業 然後31年後 2015年 才因為台灣開始調查他的論文 才把他的論文索引放到大英圖書館 有人可以因為2019年6月份開始 有綜藝咖要研究你的論文被匹匹之後 你可以在36年後 才把你的那個所謂的論文 很見不得人的加了個封條 放到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封面的學校校名還寫錯 中間還漏了六頁 聽說還有用鉛筆去修改的痕跡 而且還沒有指導教授的簽名頁 各位同學 深呼吸 扶住你的下巴 下課前 你不覺得見鬼了嗎 我們繼續努力 這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我說過我要做的事 我每件都會去做 而且我不會發自殺聲明 為因為 為毅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天果是他們的 我們繼續努力 記得要讀書 明天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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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謝謝大家